讲的更圆满 比如说我们过去不知道了 过去因为我们没有接触外国的这个伊斯兰教了 我在年轻的时候接触中国伊斯兰教 他讲武功武典 那我就很佩服 武典是什么 就是武伦 伦理道德了 这就是已经把儒家的东西融合到他们教研究了 武典在外国伊斯兰这个古兰经历没有 中国有 家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有有序 朋友有信 所以如佛道 这些思想的时候都融入在中国伊斯兰教 所以中国伊斯兰教特别的不够 那么世界上其他的伊斯兰教的极端分子是很少很少 这个我们要了解 怎么样化解这个问题呢 化解问题就是讲经的 如果有人把古兰经从头到尾好好细讲 也讲一遍呢 大家听了之后问题全化解了 知道呢 这个恐怖分子的时候只是断章取义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批评他了 你甚至说错了 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是我们要了解的 不可以断章取义 学佛也佛如实 所以佛经也不可以断章取义 那至于听话 现在人心不厚道啊 赞叹人很少啊 都是回报 都是说张家常李家端 都是挑拨是非 太多太多了 那我们听人家讲话说 也不能够断章取义 那人说某个人说你的坏话 你就真相信了 那你就上当了 那你就冤枉人了 那个人没有说啊 他在造谣啊 所以今天我们学佛的人 常常要有个良好态度 听到人家批评人 不接受 我们不要去理会 他你说时 那个人讲我的坏话 他没有当面说 那是你说的 不是他说的 古人讲 来说是非的 便是是非人啊 谁说我的坏话 你说啊 他没说啊 我没听到他说 我就听到你说啊 这问题才能划解 友谊才能够维持 那我们在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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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经教学这么多年 回报的人也很多啊 造谣的人也很多啊 可是我们自己想到 我们行得正 我们做得很光明 无论人家怎么说 不还口 让时间呢 就证明 前几年 有很多人指着我的名字 恭喜 在言论上 在文字上 杂志 报纸 台湾他们都寄来给我看 误道法师 几个很热心 想组织一个团体的时候 写文章来辩驳 把这个事情告诉我 我说你们做错了 大错的错 我说怎么 你要是辩驳的 越描越黑 那什么 你就接受了吗 你真的承认了吗 他说那怎么办呢 根本不要理他 骂 让他骂 他不会骂累了 没有反应 骂了没有反应 骂累了 他就不骂了 他会写文章 他就写 写也很累 现在也没有反应 没有反应 他就不写了 到现在说 现在也不骂了 现在也不写了 那我们还是好朋友 这才是解决问题之道 今天我们对恐怖分子 这个方式 现在要防恐 那么能解决 就跟我举的这个例子一样 我们对于人家来毁谤 攻击是要防范 不能解决 什么方式呢 不要就理他 就解决了 忽必要防他 中国古人常说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防人也很累 忽必要去防人 佛给我们讲 人人都是好人 佛经上讲 日是好日 时时是好日 时好时 我叙了两句 人人是好人 四四是好时 那我们就心开一截了 没有设防 最自在 最快乐 常常防人会累死 人家未必来攻击你 你看你自己要设防 自己找自己麻烦 这个不是一个聪明人 这个不是有智慧的人 真有智慧的人 一定要相信 中国圣人所说的 人之粗心本善 佛说一切众生 你皆有佛心 我们要相信 人人是好人 我常常说 在这个昆斯兰大学 我们教授座谈会里面 我也讲 讲的时候有一位教授 是个美国人 他们学校资深的老教授 他来问我的法师 希特勒也是好人吗 我说是好人 本性本善 习信不善 那个不善是习信的 是后天的 他的本性本善 我们尊重他的本性 我们要帮助他改善习信 使他从不善的习信 回归到善的习信 这叫教育 这个就帮助他了 不能够去指责他 也不能够去伤害他 用至善的方法 帮助他回头 这个就对了 这是我们不能够 不知道的 那么至于 这个实际上恐怖的问题 我们学佛的人清楚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仇恨 这才是真正的因 其他的那是缘 那个缘 又是过去深重的 多生多结的怨恨 你杀害这些众生 他将来的时候 遇到有缘的时候 他一定报复 怨怨相报 没完没了 你今天把恐怖分子抓到 把他杀掉了 他的怨恨没化解 他来生再变得人道 你的怨衰的时候 他又要杀你 生生世世 抱来抱去 没完没了 两方面都痛苦 所以中国僧人常说 冤家一结不一结 要化解 不可以再结缘 要觉悟 那我们学佛的人 肯定我们承认了 三世因果 我们有过去世 我们有未来世 那我们在这个过去深重 那你是不记得了 这一深重你很清楚 你有没有害众生 你每一天吃众生肉 他是不是愿意供养你的 他也是不愿意 所以是吃他半斤 你来生要还他八两 欠命的要还命 欠钱的要还钱 这个事情麻烦可大了 你一杀人 人家要杀你 这才是恐怖的真因 恐怖谁造成的 自己造成的 你自己跟这些众生 借这么多面丑 这是真因 你要化解呢 要从真因上化解 我们真正